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攻略 究竟怎么配对配装 元神封单莱奥斯利分析 莱奥斯利是元神首个兵系法器角色 定位战场主C 法器普攻怪元素很轻松的 所以我宣布个事 莱奥斯利就是新一任 民兵渡海振俊 他的输出方式主要来源于普攻 元素弹技是增加普攻伤害 并提高抗打断能力 元素爆发就是往前打出五段冰伤 然后还会造成一丝荒禁者伤害 接下来,我会先把天赋和技能都给大伙好好唠唠 尽可能让每位友友都对这个角色有基本的了解 首先是普攻 普攻作为莱奥斯利的主要输出方式 意味着肯定得升到九级 这个材料是什么不了的啊 一共分为五段,总共六次伤害 根据元素附着定位 莱奥斯利的附着应该是在第一次伤害和第四次伤害 而前瞻演示的画面里 第四段普攻动作分为了两次 也就是倍率应该是分开的 类似于消风的第一段普攻 这样一来,倍率肯定低于其他段数 最高倍率的那段打不出元素反应 所以只有不断参加重击 同志普攻段数 来尝试让高倍率的段数知道融化 玩过我们元神几百年的玩家都知道啊 想用兵器打融化反应 只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登公子抢香斑 另一种是勤斑自货散 但是这两种对于莱奥斯利来说都不算好用 一会儿讲天赋的时候会提到 另外一种就是金冻结队 不过冻结队相比 我们今天讨论的融化队伤前更高 如果游泳舞想听冻结队的话 可以在弹幕上扣个1 让千涵知道 大家也很关心宝下线的队伍 我们单独再除一期冻结队 进行一次讨论 元素弹劲 往前短距离冲刺 并提高抗蓝短能力 然后血量高于50% 强化普攻的伤害 这个类似于流浪者和宵宫 应该属于独立成居 但是不同的是 每次命中都会损失生命值 冯丹特色的属于者 要提嘴的是 重击是吃不到伤害加成的啊 元素爆发很简单 往前打出五段冰伤 跟流浪者大招差不多 也是15秒60能量 竟然机制看起来挺简单的 尤其是对散兵玩家来说 简直就跟来来个兵器散兵差不多 接下来看看天赋啊 天赋1 生命值低于60%值 强化价值重击 可以不消耗体力 伤害提高并且命中后 回复最大生命的30% 有5秒的冷却 这个天赋基本说明 莱奥斯利不需要带奶妈 否则血量很难低于60% 并且自己5秒钟 就有一次续航能力 足够保证生存了 要想血量低于60% 如果在元魔没有伤害到的情况下 需要命中9次 也就是一轮半普攻才能做到 触发天赋1以后 只要没有奶妈回血 一轮普攻就基本可以再触发了 所以不带奶妈会更利于 循环的流畅性 天赋2 战绩持续期间内 莱奥斯利当前血量变动时 攻击力提高6% 可以跌加5成 如果没有坏帮忙触发 这击打完第四拳的时候 就已经跌满了 在熟悉了上面的技能机制以后 接下来就会大家 依次详解适配这个机制的队友 首先作为兵元素主C 要想打出高傲的伤害 自然是有增幅反应更好 那么队伍里得有个后台挂护我的 放眼整个元城区域 也就只有迪西亚 波马 香菱 众所周知 香菱通常要绑力班尼特的 而班尼特诸为火神 奶量可是十分的惊人 在班尼特 通常情况下 莱奥斯利血量是压不到60%的 没有了班尼特 香菱的循环就成了很大的问题 托马和迪西亚都可以 主要看个人需求 托马得有4命 不然要么冲能拉闸 要么顿薄如指 如果你的迪西亚还没有2命 托马4到6命 可以使用托马 满命能增加普攻伤害 被端呢 十块没法帮你触发天赋 如果迪西亚2命 则更建议用迪西亚 能免伤 还有抗打断 并且挂火的条件 是迪恩受了伤害 要比普攻触发更简单 有人要说啦 做托马1秒触发一次 迪西亚2.5秒一次 频率肯定是托马更快呀 其实不然 众所周知 并不是每次伤害 都会产生元素附着的 元素附着有一个冷却 托马触发到第三次 才能挂上第二次火 迪西亚达第二次 就能挂上第二次火了 这频率谁更快 就不用多说了吧 有了挂火的肯定还不够啊 还得想办法把火给维持住呀 那是万一不小心挂上了 兵反枪打工的咋办 这就不得不提到 我们成绩已久的元素反应 燃烧了 要燃烧 必须得有可燃物啊 这还用我说吗 想玩火 还得有可燃物 他们原神里 谁具有最强的挂草能力 这个问题的答案 聪明的你 能够明白吗 变聪明了 没错 就是我们知无不言的 草治王纳西达 纳西达的元素战绩 拥有着超强的挂草能力 持续时间也非常的久 只要在敌人身上触发元素反应 就可以给所有标记目标 挂上草元素 大招还可以增加精通 提高融化伤害 而且循环流畅 在燃烧状的下 莱奥斯利打出融化 可以触发草成的元素战绩 此燃烧不会停止 燃烧造成的伤害 又会触发迪西亚的协同攻击 这二样一来 莱奥斯利只需要在前台不断输出 就可以保证 在战绩时期期间内 燃烧反应不中断 既然用到了燃烧反应 那就不得不提到 大家上辈子就知道的常识了 燃烧反应也会烧到自己 虽然有迪西亚的免伤 和自身的回血来保持续航 但肯定不是长久之计 如果我们在这个队伍的基础上 还要提高一个档次的输出 那么这个角色 既要能给莱奥斯利增伤 又要自己能输出 还要保证不被燃烧反应自伤 那么以在座各位有有的聪明才智 能否拆到这个人是谁呢 请在弹幕上打出山的名字 对了对了 正属我们美路星的原方经济 阿贝多老师 啊 怎么又把阿贝多抬上来了 众所周知 阿贝多的元素战技 触发条件与迪西亚一样 都是敌人受到伤害就触发 除以燃烧状态下 梁华就会攻击产生火元素结晶盾 这个结晶盾对火元素的伤害 抵挡是其他元素的2.5倍 并且阿贝多大招可以提供精通 为草神的精通一起叠加 结晶盾的盾量也不会太薄 所以最重要的是 阿贝多不需要战场 同时给莱奥斯利刷主引套的时候 阿贝多还能减剧团套的不产物 异居量得呀 如此一来 我们就得到了莱奥斯利上千最高的配队 阿贝多 迪西亚 纳西达 莱奥斯利 这个胜用的优点是 大伙的走路都比较长 阿贝多 草神 战技都是25秒 迪西亚0命12秒 2命18秒 足够莱奥斯利打完元素战技 并且都不需要战场时间 叠完buff就可以直接下去 冲突也不需要上来补buff 让我们可以沉浸式享受 全权到肉的快感 所反的 依旧在虚空里运行了一次 草神长翼开大加精通 阿贝多硬 迪西亚E提供汉拿段 此次怪物开始燃烧 并触发阳华产生结晶盾 阿贝多大招加精通 后续爆炸产生的结晶 会让草神触发元素战技 使燃烧继续 然后迪西亚再施放E 可以调整位置 接着莱奥斯利出场 E技能快速冲刺接近敌方 然后A重击 此时两段都会融化 接5下普攻 第三下会融化 然后第4下伤害分为两次 所以最高倍率的第5下会融化 然后重击再融化一次 接着再打半轮 我们的血量 D有低于60% 此时 最后一下重击 就会触发天赋1 回血加伤 并且下一轮 还可以省半轮循环触发天赋1 这个次数只用来给 刚出到还不知道怎么玩 那兄弟们参考一下 后续在过往到 二有的努力开发下 肯定有更快速 更点变的方法 如果已经有聪明的亮仔 想出来更好的 不妨发在评论区 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手法想必大家都学会了 圣营物武器肯定还不知道吧 莱奥斯利突破加爆伤 专武加爆击 圣营物里最适配机制的 肯定还是竹影套 无论冻结还是融化 还是纯冰 都适合 其次打冻结可以用冰套 然后就是沉沙 沉沙需要注意一下手法 得先开大 再开战技输出 十条带攻击杀 冰伤杯 爆伤头 武器方面相比拉布莱特 就广泛得多了 毕竟是吃攻击力的主C 首选专武 可以全方位提高 莱奥斯利的输出 其次是铃铛 接着是盾锁 成了铃 因为莱奥斯利攻击收益较大 天空的收益也比较不错 四星下个替代 就数流浪乐章和侠领日月最好了 不都可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